聚能量寒冬送暖 由加州众议员成立的 在2018年底所发起的 US4Card这样的活动 希望加州居民一起发挥同理心 团结一致来帮助灾后救助与重建 各个社区还有团体 纷纷出面来响应这个活动 善儿教育文明的独角兽企业 考拉之道 也积极加入到这次战的团队当中 一起来帮助灾民浴火成生 在马拉布 有个叫Wordley Fire 有个在Paradise 在北加州 有几千个的团队都被烧掉的 希望可以得到你的帮忙 我现在有跟很多美籍华裔的企业家 来合作 做一些non-profit的work 被影响我们的 其中一个是Koala N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考拉指导的菲菲老师 非常地荣幸能够在这一次 US4CA的公益活动当中 和少林功夫学院 还有LISA晨音乐学院这样的机构 一起作为合办单位 然后为灾区的重建尽一份心力 那菲菲老师 这一次我们做这次思想活动 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响应 那这一次我们到底是通过一种 什么样的方式 去帮助这个Wordley Fire的灾民 进行重建呢 其实呢这一次呢我们考拉指导呢 是非常荣幸的能够为这样的一次活动呢 设计一堂免费的课程 那因为考拉指导呢 是在这个公益慈善的道路上 一直去砥砺前行 同时呢我们和很多的政府单位 进行合作 一个长期的合作 然后呢去推广一些慈善和公益的事情 为了这一次公益活动 然后呢设计了一堂关于爱和奉献的免费课程 那欢迎所有的四到十一岁的小朋友们呢 来学习爱心这两个字 然后学会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以孩子的名义 向灾区捐赠上款这样子 OK 我今天也看到你带来了一个 这个非常漂亮的一张设计 那这张设计呢 就是你们这个教孩子们去学习的这个材料吗 对对对 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课程上完之后呢 孩子们会得到的收获 那这个上面有两个米字格 那其实呢孩子们上完这堂免费课程之后 就会学会爱心这两个字 不仅学会爱心背后的含义 同时呢还可以了解到爱心的写法 以及它的这个运用 当然最重要的目的 我们是希望孩子们够用属于我们自己的语言去表达爱 那小孩子一听我要上课 排斥心理会很大 那我们考达平台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那其实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课程呢 是非常特别的 那我们的上课的每一届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 iPad或者是电脑 那么孩子一看到iPad或电脑的话 他们会很喜欢 然后他们因为经常接触一些很时尚的东西嘛 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课程当中呢 用这种游戏的方式 用互动的体验让孩子们学会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借助 中天威视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更多的这个小朋友知道我们的这样一个公益活动 然后让他们加入到这个活动当中来 那具体的活动方式呢 大家可以登陆我们的活动网站 aspoopi.org 去了解一下参与详情 那今天非常感谢菲菲老师做客 北文哲平和我们分享这么实用的信息 大火无情 人有情 在电视界里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献出爱心的话 也随时可以拨打考达指导的这些电话 就像这次活动的了解 感谢您今天收看 再见 再见